歡迎大家分享一個視頻 來自奧克蘭在加利福利亞州 2021年 兩年前的6月22日 那裏有一次大型槍擊事件 一死五傷 一死五傷之後自然有救傷車來到 當救傷車來到之後市民如何慶祝 這邊我們見到救傷車把那些受傷者推上車 但這邊我記得很多人非常之興奮 做一些我不知道是否應該在公共地方出現的場景 很開心 有人瀕上車頂 多開心 拿著這個 扔了出去 在一次大型槍擊事件之後 美國市民多開心 為甚麼呢 他們喝醉是否有其他原因 為甚麼在大型槍擊事件之後 救傷車到了 他們又開始狂歡 做各種各樣的動作 我真的不明白為甚麼 不知道大家可否給我一個解釋